但随着渐渐亮起的灯光 这场秀的开场模特缓缓走了出来 只见他上身真空 皮肤有黑 穿着裸色系长款羽绒服 搭配塑料感长裤 整体造型很是特别 但是稍稍有些前途的腹部 怎么看都不像是个专业模特 随着镜头缓缓摇起 咱们这才发现 原来眼前的是当年小谷队里的小帅虎 缓珠格格里的耳带 陈志鹏 陈志鹏踩着目测超过10厘米的超高跟木鸡走梯台 看得小编都有点心疯疯 但他倒是自己挺淡定的 一路走得昂首挺胸 嗯 外加还有点挺肚子 其实这场秀 陈志鹏不仅是开场模特 还担起了压轴的重任 压轴造型一出场再度惊讶 哦不 是惊艳全场 二度线身的陈志鹏脱下木鸡 换上了更高的全黑漆皮高跟长筒靴 也许是为了足够展示美腿 设计师愣是给他安排了一条 净现身材的裸色小裤裤 当然陈志鹏华丽丽的气质 也不能被掩盖起来 绿毛衣搭绿毛外套 外加不对称的耳环 最主要的是一定要用这小路相间式的穿法 加上一头披肩的长发和无比前卫的装容 才能称得上完美 在所有这一切的加持下 也难怪陈志鹏走得那么的自信 那么的无所畏惧了 虽然T台两侧的观众们都对他好奇满满 拿着手机已经正狂拍 但这样的气氛似乎还是让陈志鹏不太满意 为了这场秀 陈志鹏可是很用力的 妆容那都是亲自动手画的呢 其实自从2017年发行专辑签面之后 陈志鹏就在造型颠覆这条路上 一路狂奔越走越远 让这望尘莫探位观止了 面对大家疑问的小眼神 陈志鹏根本不在意 坎荡荡做自己 毕竟千变难卷 这四个字已经出现了两年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出来 一定都要让大家 就是眼睛维持很多亮这样子 然后都要擦擦擦擦擦 然后我觉得这才是 我觉得快乐的一种一种释放 特立独行那是好事 但如果在颠覆自己的路上 还能顺到颠出几块腹肌 颠出突破又扬眼的造型 那这样的陈志鹏 似乎就更加完美了